现在这个天气温度越来越高了以后呢 对于我们无土栽培这一块在浇水施肥 那个变化呢又要变化了 在冬季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一天浇个一次两次 带肥料浓度大家都知道 在每个时期浓度呢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量 那么在温度升高以后 正常量加大了 那么浇水的品次也就加大了 你浇水品次加大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施肥量是不是应该加大 这个肯定是不是啊 这就是施肥量还要保持不变 那么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一些做无土栽培的一些新手来说 这个时候有以前的两次 可能我们变成一天的三次 我说是约康栽培啊 常规的约康栽培 变成了三次或者四次 那么多出来两次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尽可能的就不要去带水调了 直接浇清水 清水的情况下好处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是我们补充了水分 补充了这个多余的蒸发量和蒸层量 另外一个呢 我们水进入到我们这个叶康里面去以后呢 会把以前的可能没有来得及吸收的一些盐分 给它融入水当中了以后呢 重新利用被作物的根系 直接吸收了 所以说呢 我们组织户不是说每次浇水都要去配肥料了 而是说你根据天气变化 根据你这个作物的 每一个时期 这个浇水配肥的话 要随时而变 好